为什么自己做的面条出锅容易坨 一加就断 体现不了筋道 今天这个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 手工面条的制作技巧 欢迎您的观看 大家好 我是老木 有朋友问鲜面条煮出来容易坨 而且没有筋道 一调就断 今天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鲜面条的和面方法 还有制作技巧 做鲜面条 首先第一步 咱们要选择最合适的面粉 就是高筋粉 蛋白质含量在11往上 千万不要10.5 10.5它的筋道体现不够 然后面粉里面咱们简单的加一点盐 来增加它的延伸性 拉的时候不容易断 假如选择面粉不合适 咱们做出来的面条 稍微煮一会儿 咱们拿出来用筷子稍微一加就断 根本体现不了筋道 所以面粉第一步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重点水量 水量一定要控制在35克 千万不要太多 太多了 面容易醒 咱们做好的面条 一拉扯就变得更薄 煮的时候很容易烂 和面大家还要注意 咱们除了在面粉里面加盐 还可以加食用碱 一斤面粉加三克碱就够 同时咱们还需要注意 盐不需要太多 不要让它的盐味出来 然后就是和面加水 加水的时候一定要分次 控制好这个和面的速度 不要让面快速成团 因为做面条的面一定要稍微硬一点 如果说快速成团 说明咱们加水的量过多 这样咱们做出来的面条 它就软塌塌的 没有筋道 煮的时候还特别容易坨 因为它粘性太大 所以做面条正确的和面方法 是分次加入水 先把所有的面搅成面絮 还有就是水量一定要撑好 控制好这个水量 所有的面全部做成面絮之后 咱们用手再搓一遍 把所有的水分搓匀 保证它所有的面硬度是一致的 这样做出来的面条 擀面也好 压面也好 都不会粘到机器和擀面杖上面 面絮搓好之后 咱们要放在案板上揉面 揉的时候像搓衣服一样 来回的搓揉 把所有的水分搓匀 这次咱们用手工制作 是这样操作 如果咱们用机器 直接就可以压 压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面压匀 压得平整 表面没有什么过多的干粉块 才可以 用压面机压好的面 一定要像咱们画面中这样 平整 光滑 表面没有任何空洞 假如压好的面 表面出现了各种小泡 就说明咱们面活得太软 水分有点多 面压好之后 上面一定要撒上干粉 防止它粘连 接着直接把面切成小块 切块的时候呢 一定要适合 不要太大 然后咱们就可以把机器调整一下 调整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这个厚薄 不要太薄 厚度一定要适中 大概有1毫米左右 但是不能太薄 太薄了不耐煮 咱们稍微煮一下 它就烂了 筋道根本体现不了 做好的状态 就像咱们画面中这样 就可以了 咱们先测试一下 如果说面很容易能够拉伸 还是说明水多了 所以制作面条 大家一定要注意 咱们悬挂的时候 如果它出现下坠 也是说明水太多 所以做面条呢 一定要注意好水量 要把面活对了 咱们做好的面条 一能体现筋道 二煮的时候更耐煮 还有一点 咱们煮面发土呢 咱们可以把面煮到七分熟 捞出来过一下冷水 再放到碗里 这样就好了 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再次感谢您的支持和观看 如果你喜欢 记得帮忙点赞加关注 有什么想说的 不懂的 或者是不明白的 想学的 都可以在视频下方告诉我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 再见